接下來帶您關心到的是社會消息 看到的是台南市的仁德區 有一棟移工宿舍 在26日晚間發生了一起兇殺案 有三名的越南籍移工在租屋處 因為環境打掃的問題而起了衝突 19歲的生姓男子 他疑似遭到兩名同鄉毆打 結果竟然衝進房間 拿起一把水果刀 刺向20歲離男的頸部 導致對方是失血過多 送醫急救之後人身告不治 而警方順候將這名生姓男 依殺人罪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警方初步調查 生姓男以及離男等人 都是同公司的越南籍移工 平日居住在同一棟大樓內 日前兩人因為打掃問題 就曾經發生爭吵 26日晚間在住處又發生口角 以及肢體衝突 離男先出拳毆打生男 生姓男涉嫌糞而吃刀殺人 目擊者見狀隨即向警方報案 依酒到場後將離男送往醫院急救 但是最終因為吃血過多而不致死亡 全案訓後將生姓男依殺人罪嫌 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接著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台中警方日前接獲民眾舉報 數位處的民宅出入很複雜 而且還經常聽到女子的喊叫聲 警方現場埋伏果然查獲到一名工程師 剛和一名澳洲貴姐結束交易 不過警察查獲這個護照的時候才發現說 這名澳洲貴姐她其實不是女生 她竟然是位男生 所以不是貴姐是貴哥 對其實是個貴哥來著 工程師當場得知這個真相之後 其實相當的崩潰 因為沒有想到可能剛發生關係的竟然是名男生 哇 那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也是很傻眼 沒錯 那這名工程師他是崩潰到 連飯都吃不下了 台中警方日前接獲民眾監據 稱轄區內某處名宅常有陌生男子進出 更不時傳出女子吟聲 請警方協助釐清 遠景經監視器比對後 組成專案小組於現場埋伏 當場查獲正欲離開的23歲陳姓男子 以及剛才為工程師提供全套服務 外型艷麗 身材高挑的澳洲貴姐 沒想到遠景查看外局女子護照確認身份後 卻錯額不已 原來這名泰國女子已完成變性手術 但護照仍助己是男性 而陳姓工程師得知剛才交換的對象是男子 名警嘴唇不乏一語 隨後才探言房間光線昏暗 僅值對方是名艷麗的女性 沒想到盡視男性 事後崩潰到連便當都吃不下 多少啊 那個多少錢 什麼東西 上去那個啊 多少錢 三千喔 全案警詢後 兩人以違反社違法 交由警方深入釐清 同樣是社會案件 但您看到的是 國道1號北上銳龍段 在27日的上午傳出一起死亡 車禍 兩一輛呢 銀色自小客車遭到後方車輛的推擠 撞上了前方的貨櫃車 因為車體遭到猛力的撞擊 當場是嚴重扭曲變形 造成男性駕駛是當場身亡 而副駕的妻子則是命危 經過送一搶救後 人權告不屈 國道1號北向369K 銳龍段昨日上午九十曲 發生一起兩死車禍 當時因為前方車流回肚 貨櫃車也踩下煞車 緩緩減速 衛料後方力量潮車 疑似反應不及 當場向前推撞 導致夾在兩車中間的銀色小客車 當場召集壓變形 造成男性駕駛當場死亡 而副駕的妻子則是命危 經送一搶救後 人宣告不治 詳細事故原因善待釐清 彰化園林火車站前 日前有一對男女有接頭的糾紛 可以看到畫面上 男子他上半身是掛在車子的副駕駛座 試圖想要把車內的女子給拉出來 那這個兩個人在爭執的過程中 就被民眾給拍了下來 那麼警方就調查了 才發現其實車內的女子 他是涉及刑案的 而他當天原本是準備想要去投案 而正妮拉他的男子 其實是他的男友的爸爸 因為他的男友也有涉及這個刑案 那因為男友父親不希望他去投案 為了阻止他才會因此攔車 彰化縣園林火車站前 有民眾向警方報案 指稱有一對男女有接頭糾紛 男子上半身掛在車子的副駕駛座 試著要將車內的女子拉出來 車子不但沒有停下 還左右蛇行要將男子甩掉 最後男子體力不支 跌落在地 過程被民眾拍下 警方調查 車內女子涉及刑案 搭鄰居的車要去投案 男友的父親擔心公司沒有人幫忙 兒子又同案逃逸 為了阻止他去才出現男車阻擋的狀況 本分局1113年5月26日 14時53分局接貨發案 原理火車站前有一部車輛停在路中 旁邊有一對男女發生糾紛 經原警趕赴現場查證 系黃女搭乘鄰居鄰男 駕駛至銀色自小客車 前往三明街購物 離去時巧遇黃男男友父親黃男 因黃女陰案準備去投案 黃男阻止不讓黃女投案 過程中雙方溝通未果 黃女要求駕駛人寧然不要停車 因而發生黃男拉住車門的畫面 黃女離開現場後 於當日15時11分自行到派所投案 三年前新北雙星虎暴潭 發生了六死溺水的意外 游民被害者的家屬認為 新北市政府沒有善禁管理責任 是有過失的 對新北市政府是提出了國家賠償 對此基隆地運認定 新北市府為善禁警告責任 一共判賠265萬元 可以上訴 新北市的湖豹潭溪流暴漲 夾帶泥沙滾滾而下 在2021年帶走六個人的性命 基隆地運認定 新北市政府有疏失 近日判決國賠264萬多元 回到2021年的10月16號 28個人參加湖豹潭 談大自然體驗 因時遇到大雨決定折返 由於隊伍拖得太長 蘇星領隊怕有人拖隊 決定在最後綿芽症 並提醒大家不要通過河床兼梳子壩 但走在最前面的成員沒聽到 也沒看見任何警告標示 最後在通過河床兼梳子壩時 被衝走造成六人死亡 根據基隆地院的判決指出 其中四名死者的家屬表示 新北市政府開放湖豹潭 梳子壩為公共使用 周邊卻沒有任何警告標示 廣播系統或救生設備 沒有刪禁場域管理的責任 所以向市府申請國賠882萬多元 不過新北市政府解釋 他們並沒有將湖豹潭梳子壩 列為準許行走的登山步道範圍內 所以本來就不容許旅客通行 和床兼梳子壩 更不可能在事發前設立 如玉暴雨 溪水暴漲 切勿過溪等此類警告標語 否則容易使旅客陷入困惑 這其意外是領隊的過失 與市府的管理並無關係 但陳申法官認為 市府位於梳子壩過西出的 兩旁設置警示標誌 導致被害人無法獲得 如何正確選擇以虛擊避凶 理智判斷的最後一絲生機 認定市府對梳子壩欠缺管理 與被害人死亡間有因果關係 判決市府因賠償4名被害者家屬 共264萬多元 全案仍可上訴 接下來現在的消息 跟你我的健康都有關係 這是衛福部近日表示 癌症連續41年 長年國人的十大死因之首 而且其實近年來 這個離癌的年齡 也是有在漸漸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發現 自己是不是身體開始出狀況了 有十大簡訊 帶你一起來關注一下 首先看到的是排便排尿的習慣改變 包括量突然減少或是有疼痛的狀況出現 這些都要注意 再來看到的是傷口 以及潰瘍久而不愈合 這個也要特別注意了 還有異常出血或者是有分泌物 或是你在身上的某個地方 觸摸到有腫塊 那還有就是吞咽困難或是消化不良 接著還有另外五樣 看到的是如果你的字或是油有明顯的變化 或是長期咳嗽或是聲音沙啞 以及身體的某個特定部位 它會持續的疼痛 並且久久都沒有改善 再來看到的是在沒有特意節食 或是運動的狀態下面 體重是不斷的去減輕 而且這個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我們再來看到最後一個就是不明原因的發燒以及倦怠感 以上這10種的狀況 如果你的身上開始不斷有出現這些狀況的話 都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它很有可能就是告訴你 你的身體開始出現狀況了 很有可能是離癌的警訊 所以我們在發現這些狀況的時候 一定要趕快去看醫生來尋求醫師的幫助 並且接受檢查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轉換焦點 看到的是今日的國會狀況 看到的是立法院今天處理國會改革相關的法案 而藍綠第四度對決 那麼今天其實算是最終戰了 那麼於是雙方算是先禮後兵 今天正好是民進黨黨團幹事長吳思瑤的生日 所以在開始之前立法院的韓國瑜也在場的立委 祝他生日快樂 那麼全場當時是響起如雷的掌聲 一起祝他生日快樂 這個場面其實也還蠻特別的 應該會是一個難忘的生日 而在前面藍綠白看板卡位戰的時候 藍維聖龍姐也協助立委 黏貼床外看議的青鳥行動的海報 國民黨立委在韓國瑜的帶領下拍手替民進黨立委 吳思瑤慶生你沒看錯這真的是立法院今天上午開議時的情況 如果可以的話以後立法院不要這麼操好嗎 讓大家可以正常的那黑眼圈是史上最嚴重的時候 謝謝韓院長的生日快樂 但是我們希望從他嘴巴說出來的是退回重審 立法院今天繼續審議藍白國會改革法案 相比於之前的打架互毆 今天的肅殺之氣緩和許多 不過朝野立委依舊在九點開議前展開 綠營立委張貼青島行動的場外抗議海報 但朝野雙方還是為了發言台麥克風前能否擺放標語起爭議 在運會準備開始前 國民黨立委集中在發言台及主席台四周拿黑布喊口號 民進黨立委也不敢示弱穿著黑色衣服 高海沒有討論不是民主反黑箱反擴權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在此起彼落的口號聲下宣布 包圓flip 現在繼續開flip